第八百六十六集 不乎是眨眼之间就可以穿越天界十万大洲 但是在皇府彼岸的面前仍然不够用 这孙彼岸之洲演化的天君随意一动就接近了自己 要不是自己不停地施展出三百位战力 施展出偷天步 顿天秘诀 自由之意 发挥到最高的境界 早就被皇府彼岸擒住了 方寒也不知道 自己到底穿越了多少个位面 多少个异度空间 甚至他穿越了一道道的天剑鸿沟 但是还没有摆脱皇府彼岸 而且还越来越近 方寒 你在天君面前是不可能逃走的 可惜呀 一般情况下 天君根本不会和蝼蚁计较 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 自己能够在天君手上套过性命 并且以此为荣 但是却都不知道 天君要杀一个人 只要全力出手 没有人可以逃得掉 皇府彼岸就这样漫步而行 每一步都在接近方寒 方寒 长小连连 再次加速 他在不停地运转天机推算 向哪个防卫逃窜 能够逃脱追捕 就这样一追一逃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方寒更不知道自己逃向的什么方位 就是不停按照自己推算的方位逃走 渐渐地深入了天界不知名的深处 这一顿追逃 已经深深地远离了天界十万大洲 甚至远离了蛮族 远离了战场 远离了异界 不知身在何方 突然 前面出现了无穷的太初之气 这气息呈现出紫色 朦胧之间 每一缕都沉重如山岳 这已经来到了天界深处 一些危险的地狱 方寒亲也非常清楚 自己就这样逃走 是绝对不可能逃得过皇府彼岸的 天君太过于强横 铁勒心要杀你 就算再强横一倍 都恐怕还悬 唯一想逃走的办法 就是寻找到一些上古遗迹 然后利用遗迹 摆脱皇府彼岸的牵制 现在 面前出现了无穷无尽的太初之气 这其中 方寒隐约感觉到 庞大的力量在运转着 透露出古老 神秘 浩瀚的气息 显然 是一个 上古遗迹的东西 这是方寒推算到的 他决定要进入其中 一进入其中 立刻 那紫棋每一次都肿如山岳 压迫下来 但是 方寒却游刃有余 因为 他吞噬了西皇 而西皇本身 就是一股太初之气所化 皇府彼岸 眼睛一扫 也看到了这片无边无际的太初子气 嗯 这片太初之气 似乎是上古遗迹 他竟然看不穿其中有些什么 不过 他也不惊讶 他是个天君 在这个天地当中 也有很多东西 无法见到 但是他自信 进入其中 就能够把方寒 抓捕回来 他一闯入太初子气中 无知一虚抓 立刻掀起淘天巨浪 所有的太初子气 都向他的手掌心聚拢 使得方寒身体 一个呆滞 差点倒飞过来 被他抓在手上 七大天君 神通降临 方寒接连运用刹那之事 顿时 施展出了混乱 永恒 杀戮 雷地 混沌 灾难 化天君的所有神通 与此同时 他的另外一只手掌 打出了三大先王的绝学 和皇甫彼岸的掌势 碰撞在一起 这一碰撞 方寒又好像是断线的风筝 想开出此起身处 飞了过去 皇甫彼岸冷哼一声 并没有因为鸡飞方寒而高兴 其实 他这一下 是想把方寒奇拿到手上 但是没料到 方寒居然脱离了自己的束缚 他打球一甩 一步踏入了此气的身处 但是此气身处气息又变 化为了一种四清四镯的气流 这气流比抬出此气 沉重了万倍 每一次流动之事都把空间震得轰隆隆的响彻 不 在这四清四镯的气流中 并没有空间概念的存在 甚至没有时间之力的存在 鸿蒙之气 这是一片鸿蒙没有开辟的世界 我是天君 早已经超脱了天地 受到他的影响很小 而天君之下的存在 进入鸿蒙之气中 每一步速度都大大紧弱 怎么能够逃脱我的手掌心 他漫步在鸿蒙之气中 轻松自如 而方寒就不那么轻松了 他一冲入了鸿蒙之气中 就立刻受到限制 每一步都要耗费极其强横的力量 方寒眼神坚定 突然回过身来 静静地看着皇府彼岸 朝自己走过来 方寒 你怎么不跑了 这鸿蒙之气中 你跑也没有用的 每一步都要有开天霹地的力量 分清楚定乾坤 你进入了死路之中 皇府彼岸 副手而立 他知道方寒根本无法逃走 方寒转过身来 调整身躯中的元气 准备全力一战 这一路上 被皇府彼岸追杀 他边战边逃 虽然屡次遇险 但每一次都逃出升天 能够在天军的全力追杀下 逃脱性命 而且还没有受伤 这就是震惊万事的壮举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当然 方寒在被追杀的过程中 真正的感受到了天军的力量 他学到了不少东西 真正和天军教授 这种宝贵经验非常难得 可以说 任何人都没有这种经验 只有他这种能力 这样变态 才能够抵挡天军 方寒 你想拼此一战吗 听说你的背后有混乱天军 不过他似乎因为有事情 并没有来眷顾你 皇甫彼岸逼迫上来 脸上显现出了一切近在掌握的神色来 他是高高在上的天军 面对方寒 已经是屈尊了 彼岸神拳 步步超脱 他举起了手掌 再次打出了自己创造的彼岸神拳 一掌之间 居然整个鸿蒙之气都开始化分清拙 开辟天地 演化天地 这一拳 杀心都喜 要么方寒击力 方寒双手核实 运用纪元之道 把浑身领悟的武学都施展了出来 身躯高大魁梧 竟然和皇甫彼岸一般上下 两大高手再次在这鸿蒙之气中产生撞击 每一次叫手 方寒都被皇甫彼岸打得全身破裂 但是下一刻 方寒破裂的身躯 又被自己修复 几乎是不朽 我看你有多少元气消耗 你的填埋元气总有限制 皇甫彼岸 脸色冰冷 一面封锁四周 一面逐步的提升力量 要慢慢的把方寒元气磨灭 不给方寒再有逃走的机会 以他的实力 施展出绝杀大树 把方寒一举轰杀 是绝对可能的 这次 他绝对不会放过方寒了 皇甫彼岸 全法彻底压制方寒之后 一口真气喷射出来 立刻处处燃烧出了 彼岸真火 这彼岸真火 使他精华凝聚 一旦喷射出来 立刻就可以炼化 同级别的天君 火焰一沾染方寒的肉身 立即方寒就燃烧起来 全身也开始融化 不要反抗了 这彼岸真火 是我的必杀大树 皇甫彼岸双手 交织着复杂的法印 镇压下来 狠狠笼罩住方寒 天葬之官 方寒虽然被火焰包裹 但是他丝毫不慌张 突然双手一挥 打出了一道莫名的气息 凝聚成了一口珠红色的棺材 横管天地 居然把所有彼岸真火 都吞噬一空 这是方寒在战斗中再次晋升 把华天都施展出来的 天葬之官的精髓 演化了出来 埋葬诸天 嗯 你怎么会演化出来这种东西 你见过这棺果 说 这棺果在哪里 这是造化先王缔造的 方寒身体隐藏在天葬之官中 再次冲破束缚 向外猛闯 找死 皇甫彼岸终于暴怒 忍耐不住要施展出绝食手段 把方寒彻底击毙 他双手如刀 连续在虚空中斩杀 每一手刀都要把天路都斩断 把天道一分为二 方寒演化出来的官国 一分为二 毕竟不是真实的天葬之官 而是演化出来的 没有那么强横的力量 方寒看到这恐怖的手刀切割 也是一惊 他知道这是皇甫彼岸 动用自己的天军北援进行攻击 不斩杀自己 誓不把休 方寒顿觉惊险无比 就在这时 鬼神齐名 鸿蒙之气的身处 居然被两人聚立的战斗 惊动了什么 一座巨大宫殿影子 若隐若现 突然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我得永生时 一切种种猪般泯灭 伟岸至极的力量 从鸿蒙之气深处 那座巨大宫殿虚影中 传递了出来 直接轰向了皇甫彼岸 谁 皇甫彼岸反手一抓 顿时 那伟岸的力量就被击散 打愿王术 皇蒙打愿 早已经实传得神通 说话之间 他一面压制防寒 一面双眼击射出无穷火焰 把所有的鸿蒙之气 全部燃烧 顿时 直接看到鸿蒙之气的身处 一座宫殿在漂浮着 整个虚空中密布的鸿蒙之气 就是从这座宫殿中 散发出来的 鸿蒙密葬 传说中鸿蒙道人 遗留下来的宝库 居然会出现的这里 给我擒拿 皇甫彼岸大吼一声 身躯节节攀升 力量再次增强 大手一抓 铺天盖地 向那座宫殿 抓了过去 宫殿开始摇滑 摇滑之间 一个女子的虚影 从中冲了出来 这个女子 长发飘飘 浑身包裹在鸿蒙之气中 似乎和整座宫殿 合二为一 在宫殿中 爆发出了 无与伦比的进法威力 一道道鸿蒙之气 凝结成的类似于 造化神奇的符文 然后 向女子的虚影 手指中聚弄 最后 凝聚成了一个天元小点 这一点天元 高度浓缩 洞穿过去未来 对着皇甫比岸 进行击杀 天元一击 鸿蒙高人的绝学 皇甫比岸身躯一动 双手一动 鼠指翻起 也是一直点了过去 砰 两道指尽碰撞 皇甫比岸身躯一震 居然被这天元一击 震得连连动他 他的双眼推算 洞悉了所有因果 哼 又是一群蝼蚁 得到了鸿蒙密葬 倚仗着密葬的进法 能够和天军抗衡吗 天之君王 就是你们这群蝼蚁 能够抗衡得了的 说话之间 他双手一抱 顿时滔滔湖海 化为了一个黑洞 黑洞中 冲出了一艘大箭 是彼岸之珠 自己的本体 对着鸿蒙密葬 进行冲击 好机会 方寒终于抓到了机会 他猛地跳跃起来 再度演化出了天葬之官 浑身包裹在棺材中 向天冲击 一下就震破了皇甫 彼岸的封锁 向鸿蒙之气 伸出的宫殿 冲了过去 我的颓算之道 果然没有错 居然偷到这里 遇到了鸿蒙密葬的 玲珑仙尊等人 他们也从下界飞升上来 并且依仗鸿蒙密葬的进法 能够抵挡天军的攻击 古人充逢啊 方寒是满心欢喜 方寒 速速进来 一个声音传入了方寒脑海中 正是世俗中熟悉的玲珑仙尊 现在掌握了鸿蒙密葬的人 方寒长笑连连 来人是皇甫彼岸 圣品掀起 彼岸之珠 绝带天军 飞同小可 速速借引我进入密葬中 一起对敌 他话音刚落 一步进法 就接触到他的身上 把他拉着进入了鸿蒙密葬中 方寒也没有想到 自己遭遇到皇甫彼岸一路追杀 居然能够遇到鸿蒙密葬 见到故人 玲珑仙尊 不过 这也是他一路被追杀推算的结果 他的推算中 是不断的往有生路的地方逃走 果然 现在寻到了自己的生路 乘着皇甫彼岸和鸿蒙密葬的宫殿争斗 方寒刹那之间逃脱 进入了密葬之中 所到之处 是一片华美的宫石 处处显现出了古老 大气 辉煌 整个宫殿 非常之大 简直如天庭一般 层层叠叠 一眼望过去 根本望不到变 在这宫石之中 许多地方都有强横的气息 显然是许多高手在修行 在方寒进来的刹那 似乎这些强大的存在 纷纷被惊动 亿万光滑 冲天而起 纷纷把神念投射到了这里 鸿蒙殿 方寒降落的地方 是一处大殿之前的广场 广场前面是一尊巨大花表 花表上雕刻着三个天地初开 才能够诞生的先天明文 一个女子从鸿蒙殿的花表后 缓缓走了出来 白衣圣诀 青丝如铺 掌握时间所有雍容 正是鸿蒙的传人 鸣龙先尊 方寒长笑一声 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鸣龙先尊也十分激动 两人目光对视在一起 刹那之间 彼此都几乎明白了对方的种种经历 以两人的修为 已经不需要说话 就能够明白彼此 对方的一切经过和意念 方寒迅速冷静了下来 因为鸿蒙殿堂外面 熊熊真火燃烧 皇府彼岸贼心不死 正在催动无上法术进攻 一位天君的进攻 可是非同小可 方寒也已经看出来了 鸣龙先尊的修为 不是天君 但是已经修炼到了 天地同寿的境界 非常厉害 几乎是完全超越了万阳天主 甚至是到达了仅次于自己 化天都的程度 黄蒙殿之中 处处充色的天脉元气 并且这种天脉元气 呈现出了紧密的结构 甚至比天庭的天脉 更为纯粹 更为明镜 方寒随意一个呼吸 就看到纯净透明的不灭天服 雪花一般的降落下来 没有一点杂质 甚至可以把周身的心灵 都完全洗离 这是被先王祭炼过的天脉 更适于修行 可以想象得出 这灵龙先尊 一飞升到天界 就受到了鸿蒙密葬的接引 然后进入其中修行 一开始汲取的就是天脉元气 就算是天君之子 都难以享受到这种待遇 方寒想想自己 飞升到天界 只能够汲取最为简单的原始之气 差别之大 实在是让人觉得老天不公平 玲瓏先尊的修行速度 能够达到这种境界 也就理所当然了 幸运宝宝 宇化门 通篇剑派 日月剑宗 造化门的所有高手 都出来拜见门主 你们的门主 方寒降临了 看着方寒 突然 玲瓏先尊高声呼唤 声音层层叠叠散发了出去 这一片天庭般大的世界 鸿蒙殿深处 墙内的气息 冲天而起 方寒目光一早 就看到了自己在世俗中培养的造化门诸多高手 星云宝宝 小狐狸霓裳 龙轩 贺仙子 嘉兰 星主 这些人 还有磨磨的一些高手 除此之外 更有自己降服的云古殿店主 吃人王等一群人 几乎是整个造化门的精英 都在这里了 当然 方寒却没有看到几个重要人物 比如 风白雨 李宝 还有最为重要的方清雪 方寒哥哥 你终于出现了 我们自从飞升上来之后 就进入了这鸿蒙立藏中苦修 另外 和诸天中一些古怪的种族争斗 杀戮 修为实在是太单调了 好在 现在天界变动 雷龙姐姐 算准你会出现 你终于出现了 星云宝宝一下子飞了过来 法力澎湃 居然也是天气同瘦的境界 修为超越古皇 你也不知道是怎么修炼的 听众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梦露神机的长篇玄幻小说 永生第八百六十六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播讲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